好多朋友在家里面做凉拌黄瓜的时候都是先放盐,难怪做出来不好吃 今天分享一下饭店里面的做法 先准备几根新鲜的黄瓜,尽量选择偏弯曲一点的 往里面加入盐和适量的面粉,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小时候在地里摘的黄瓜都是弯曲的,现在的黄瓜都比较值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浸泡一会儿以后,再把黄瓜清洗一下 据说盐可以去除残留,面粉有吸附性,可以把黄瓜洗得更干净 用力的搓一会儿以后捞出 然后换水清洗干净,水变清就可以了 稍微控一下水,切去两头 可以先在黄瓜表面竖着划几刀,这样在拍的时候就不会见得到处都是 然后用刀背把黄瓜拍散,这样拍出来的黄瓜也比较均匀,正好是四半 根据我的嘴巴大小,斜刀切成块 全部切好以后放到调菜盆里 然后往盆里加入两勺白糖 如果用盐沙水的话,会让黄瓜里面的水分流逝过多,吃起来没有那么脆,而且越放越咸 白糖的穿透力没有那么强,只会腌出少量水分,可以保留黄瓜爽脆的口感 腌制15分钟 蒜就里面放几粒大蒜,加少量盐 这样更容易把大蒜捣碎,拌凉菜用捣蒜比用切出来的蒜末更有味道 尽可能捣细一点 准备几个小米辣切成圈,不能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接下来凉油下入花生,放少量蒜片 先开中火把花生炒一下 锅里面有小气泡以后,转到中小火慢炸 这样才能把花生炒透,吃起来更脆 观察蒜片的颜色,微微变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花生也熟了,用这个方法再也不用担心花生会炸糊了 倒出控油 黄瓜腌出水分以后,直接倒掉,不用清洗 加入小米辣和蒜蓉 少放一点盐,适量松鲜鲜或者鸡精 生抽和陈醋 滴几滴香油 加入炸好的花生米,轻轻拌匀即可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菜小技巧,您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可以找得到我 这样做的凉拌黄瓜,清脆爽口,好吃又解腻 比先放盐做出来要好吃很多 放的时间长了也不容易出水 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一把铜蒿上锅蒸一蒸,出锅瞬间变美食 今天就把这个非常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先准备一把铜蒿放水里面多清洗几遍 洗至水清为止就可以了 捞出控水 把水分尽量的控干一些 然后放按摩上切成段,稍微的短一点 这样后面烹饪的时候更方便 全部切好以后放到一个大点的盆里 往里面加入适量熟的食用油 戴上手套,轻轻的拌匀 不要用力去抓防止铜蒿出水 放油可以封锁铜蒿里面的水分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准备一袋蒸菜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 没有蒸菜粉的可以放玉米面和普通面粉 上下翻拌均匀 让铜蒿表面能够挂上薄薄的一层粉就可以 感觉不够的可以再加入一些再次拌匀 全部拌好以后 像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蒸笼里面铺上一层蒸笼布防粘 把拌好的铜蒿铺铺到上面 尽量铺的薄一点 如果比较多的话可以分两层来蒸 摊平以后盖上锅盖蒸三分钟 趁这个时间调一个料汁 蒜就里面放几粒大蒜捣碎 捣出来的比剁出来的更有味道 捣好以后放到祖传的小碗中 加入鸡精、白酌汁或者生抽、陈醋、少量香油 能吃辣的放一点辣椒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铜蒸好以后关火 趁热用筷子抖散 这样不会粘在一起 最后装盘即可 这样蒸出来的铜蒿营养美味 多吃也不会长肉 减肥的朋友也可以多吃一点 万二喜欢的话你也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最后蘸上调好的料汁就可以开吃了 点我的头像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看似简单的小炒黄牛肉 为什么有人炒出来又老又馋还不好吃 其实关键在于这两步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 牛肉不仅鲜嫩入味 而且非常的好吃下饭 做小炒黄牛肉 首选里脊肉和前腿肉 先顺着纹路切成长条 然后再逆着纹路切成片 鼻音笔稍微薄一点就可以 切太厚或者太薄了炒出来口感都不是太好 4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可以出一盘菜 全部切好以后先放到一个大碗里 加入提前泡好的葱姜水 葱姜水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给牛肉补充水分 这样牛肉在炒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水分流失太多而导致口感发柴 抓至水分吸收以后加盐、味精、胡椒粉、生抽、老抽、蚝油 抓一下让牛肉吸收调料的味道 盐一定要少放 稍微多一点牛肉吃起来就会比较咸 接着加入一个蛋清少量的土豆淀粉 蛋清和淀粉受热以后会包裹在牛肉表面 封锁里面的水分不流失 主要作用还是让牛肉吃起来更嫩滑 少放淀粉吃起来更清爽 最后放一点食用油拌匀 防止牛肉下锅以后粘连 腌制15分钟 准备几个洗干净的美人椒 切掉根部 从中间片开 美人椒并不是太辣 主要是为了增加鲜辣味 顶刀切碎就可以了 喜欢辣味重一些 可以再切少量小米辣 这样牛肉炒出来 吃着才过瘾 全部切好以后 放盘里备用 准备几个野山椒切碎 野山椒主要是为了突出酸辣味 是泡菜的那种酸味 不是粗的酸味 再切适量的姜末和蒜末 全部切好以后 放盘里备用 准备一把香菜 控干水分以后切成段 香菜杆和香菜也分开 切好以后也分开放 接下来锅烧热以后 加入菜籽油或者大豆油 接着下入葱姜蒜和辣椒碎 大火炒出香辣味 炒香以后下入腌好的牛肉 牛肉下锅以后开最大火爆炒 这样才能锁住牛肉里面的水分 炒至牛肉变色就发成熟了 切记不要炒太长时间 时间久了吃起来口感发柴 最后下入香菜快速炒匀即可 炒好以后出锅装盘 小炒黄牛肉学会这样做 肉质鲜嫩不腥不柴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香辣过瘾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关注转发一下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教程 快去做起来吧 每天早餐晚餐 不知道吃什么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红糖发糕 比馒头简单 比包子好吃 营养美味蓬松又渲软 比例精确到克 保证新手也能一次做成功 下面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盆里面 先加入120克红糖 再倒入500克开水 用筷子搅拌一下 把红糖化开 温度降到30度以下 加入5克奶高糖酵母 水温千万不要太高了 然后把酵母充分地搅拌化开 化开以后 加入450克面粉 再加入50克玉米淀粉 脂肪面粉做出来 会比较粗糙 搭配一点淀粉 做出来口感更好 先把面粉搅拌化开 然后再顺一个方向 搅拌三分钟左右 把面粉搅拌上进 这样吃起来更有筋道 用保鲜膜密封起来发酵 温度25度发酵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 放到比较暖和的地方 到时间后打开看一下 体积明显变大 表面有很多气孔就可以了 像这样说明 就发酵好了 然后再搅拌一会 排出里面的空气 准备一个蛋糕模具 铺上稀油纸从高处倒下去 没有蛋糕模具的 也可以用不锈钢盆 或者小碗代替 切记不要用双层的不锈钢碗 那样不容易蒸熟 倒八分满就可以 再上下震一下 震出多余的气泡 再自然醒发一会 基本上沾满模具就可以了 往上面放几个洗干净的红枣 也可以放葡萄干 蔓越莓等 水开以后 放上蒸笼 盖上锅盖 蒸50分钟以上 尽量保持一样的火力 蒸好以后 关火焖两分钟 再打开锅盖 这样就不会塌陷 从模具取出以后 趁热撕掉油纸 每天都分享各种家常美食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用手按压一下 能快速回弹 切开看一下里面 用手捏一下 非常的蓬松 然后再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稍微放凉一点 会更好切 用手拌一下 非常的有筋道 可以提前做好 放到冰箱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 再蒸一下就可以 觉得有用的 你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喜欢的话 你也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点头像主页 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会给你 你没有试试一下